一心之间,女人越是冷落男人,男人越会疼你入骨,别不在意 陷入爱情中的女人,智商基本上为宁 如果一个女人一同买在了爱情当中,那这个女人会奋不顾身地愿意为男人付出所有 可是有很多时候,女人付出的再多,男人也丝毫不会动容 可女人如果冷落男人的话,男人反而却会主动贴上来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越是得不到的,越是会珍惜 如果一样东西特别轻易地摆在面前,只是自己要不要的话 那么很少有人会珍视这个东西 一心之间,女人越是冷落男人,男人越会疼你入骨,别不在意 第一,不要平凡地联系男人,时不时地冷落他一下 很多女人在谈了恋爱之后,恨不得拿自己全部的时间来陪伴这个男人 可是如果女人太过于粘人的话,非但不会让男人感觉这个女人对自己的情意是浓浓的 反而会让男人感觉这个女人一点也不懂事 这时候女人就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让自己变得懂事一点 这样男人才会贴上自己 女人越是冷落男人,男人越会疼你入骨 第二,要有自己的独立社交圈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圈 哪怕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可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社交圈 如果把自己的全部都围绕着对方来转的话 万一有一天两个人分开了,那么自己就将一无所有 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就一定要想到两个人分开的时候 第三,当男人很诺你的时候,千万不要主动找男人 一定要比男人还要冷 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 越是上感的贴自己的,自己越不会珍惜 在感情世界里,一定要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如果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一次又一次的让步 一次又一次的降低自己的底线的话 那男人非但不会尊重女人 反而会把女人的让步看作是女人的懦弱 女人越是冷落男人,男人越会疼你入骨 有很多时候,男人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女人 而是感觉无论自己做什么样的事情 女人根本就不会离开自己 真是因为有这种心理的存在 所以男人渐渐地对待女人的时候,就会变得肃无忌惮 就会我行我素,女人只有让自己的姿态提高起来 才能让男人俯首称称 这样才能得到男人全部的爱 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主导权 只有掌握主导权,才能明确地把握爱情的走向